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几个古代宋池大悲咒感应的例子 在介绍这些故事之前 我们要说的是 古代的这些记载往往文字非常精炼 故事也比较平实 但可信度非常之高 我们一定不要轻视 好,我们现在开始 第一个是北宋期间 有一个名叫慧才的僧人 他俗家姓王 在公元1008年时他出家 到13岁时受巨族戒 受巨族戒也就是成为真正的僧人 然后他到四名山 跟着法治大师学习 由于他一直觉得自己比较笨 所以说他经常持送大悲咒 并且回向希望自己能够聪明起来 有一天睡觉的时候做梦 梦到有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僧人 把自己的袈裟脱下来给他披上 那么从第二天开始 他在听经的时候就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以前不懂的那些经文和著作 一下子好像都明白了 这个故事是净土圣贤录里面摘下来的 我们再看偶艺大师的故事 偶艺大师是明末的人 江苏无县人 俗姓钟 名字叫做济明 他父亲为了求的一个男孩 吃送大悲咒有十年的时间 直到有一天 他母亲梦见观世音菩萨 抱着一个小孩子送给他 这才生下了偶艺大师 那么偶艺大师七岁开始 就断绝了肉食 开始吃素 二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专心念佛 到二十四岁那年 他在一个月当中 有三次梦到了憨山大师 于是坚决出家 偶艺大师在佛教净土宗当中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他的著作也非常多 其中有一本叫做《阿弥陀经要解》 直到今日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此故事选自联宗十三祖传略 我们再说一个 颂持大悲咒开智慧的故事 清朝有一个人叫曹承秀 他曾遇到一个僧人 这个僧人给他说 如果你能够从今以后 不要吃牛肉狗肉 你一定可以得到功名富贵 曹承秀说 我的骑马和射箭的技术都很平常 那么我要去考举人 也就考无举的时候 我这么平常的技术 怎么能够功成名就呢 这个僧人说 如果你早晚都去念大悲咒 肯定能够有好的结果 曹承秀听了之后 从此就手借不饭 也就是从此以后 就不再吃牛肉和狗肉了 并且坚持不断地送吃大悲咒 到了考试的时候 非常神奇的 竟然考出了优异的成绩 不几年就当上了签总 这是乾隆十二年 曹承秀自己写下来的故事 民国时代 有位著名的佛教大师 叫印光大师 1940年的时候 江浙地区遇到罕见的大汉天气 印光大师为了救济灾民 他发心念诵大悲咒 结果竟赶得甘霖普将 当年农作物不仅没有减厂 反而是一个丰收年 印光大师 类似的这种 护国幼民的秘密修行的行为 我们所知道的 只是沧海一粒罢了 这个故事选择印光大师 永思集 我们再看一个禅宗典集 《搅虎集》里面所记载的 广恩禅师的故事 广恩禅师曾经闭门绝石 念诵大悲咒 那个时候是冬天 非常寒冷 有一个姓霍的小孩子 在丛林当中 莫名其妙地找到了两个桃 而且都非常的鲜艳可爱 于是这个孩子很有悟性 他就把这两个桃就送给法师 让法师吃 从这件事情以后 广恩法师的颂咒 就更加灵验了 在《搅虎集》里面记载 有鸡灼香而染 什么意思呢 就是点的那个香啊 鸡去灼了一下 这个香就燃起来了 牛受戒而驯化 就是牛好像能听得懂 人给他的叫化一样 能够听人给他 讲授三规五戒 还有甘泉 能从以甘河的井中流出来 一斗米 以万人去吃 还吃不完 等等 有这样灵异的故事 非常灵异 人们都称广恩禅师为菩萨 下一个故事 清朝的时候 有一个僧人 叫庶安 是扬州人 他年轻的时候呢 性格非常的粗犷 不守戒律 寺院里面的主寺僧人呢 批评过他几句 他竟然非常恼火 还要想办法去报仇 后来慢慢想通了 很想忏悔自己的罪过 就想着闭关遣修 于是他就在寺院的藏经阁里面念诵大悲众 闭关了三年才出来 神采大变 谦谦自下 大家看了他以后呢 觉得完全跟以前的不是同一个人 也不知道他的修行达到什么地步 有一天 他在一个茶社里面 听到一个喝茶的客人在讲解佛经 后来有人问他一些刁难的问题 他回答不出来 非常的窘迫 这时候呢 这个庶安禅师呢 就给他说 你的讲解呢 有很多缺失的地方 于是呢 他就将他说讲解的书呢 边背诵边讲解 周围听的人呢 都非常的佩服 由此 他因为学问广播 而远近闻名 甚至呢 有人用当时的这种言情小说去试探他 他也能够把这些小说呢 背下来 所以说 这位法师简直是与内外典籍 诸子百家 乃至于一切小说 不用看就能够背 人们称之为圣僧 当时 袁文达公 听说过这位法师的名声 就与他交谈 法师对答如流 文达公非常惊奇 说他所证的境界呢 已经超乎人天之表 有一次 法师见僧人呢 在那里细细吵闹 叹息道 灾难要到了 我看不到了 你们 不知道如何才能够免得灾难 后来就圆寂了 他圆寂一年以后 岳匪就攻陷了扬州 这个岳匪呢 指的是太平天国 这个故事呢 出自高僧传第四节 下一个故事 唐朝的时候 有一个僧人叫神智 经常吃送大悲咒 并且把经过大悲咒 加持的水布施出去 救人治病 病人喝了他的大悲水之后 往往就能够治好 每天供水无数 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做大悲和尚 当时的宰相 是裴修 他的女儿呢 得病 据说是鬼神附体 于是呢 就请这个神智僧人 过来送咒 七天以后 病就好了 于是 裴修宰相 就上座皇帝 为神智 所在的寺院 提起了一个贬额 叫做 大中圣寿 唐朝的时候 有一位道宣律师 他每天送大悲咒 一百零八遍 曾经梦见 观世音菩萨 把自己的袈裟 脱下来 披在他的身上 光芒似射 耀人眼目 关于这个故事呢 我要再多说两句 一般说来 人们在做梦的时候 梦到的境界呢 大多是非常昏暗 和这个没有光子 没有色子的 这样一个境界 那么 很难能够有色彩鲜明 乃至光芒似射的 这种梦境 那么在佛教的 理论里面 如果能有这样的梦境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征兆 说明自己的修行呢 有 很好的 进步 那么 这个故事看起来 比较平凡 但实际上呢 应当说 这是当时 道宣律师 每天送持大悲神咒 所获得的感应 这个故事呢 是在高僧传 第三集里面 所记载的 下一个 后进的时候 有一个 韩力院学士 叫张康 他送持大悲神咒呢 累计超过十万遍 并且回向求生西方 后来他有病 就对旁边的人说 西方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就在我们的唐屋的西边 温儿就在 莲池旁边的金沙地上 正在拜佛和玩耍 这里面所说的温儿 就是他的孙子 在多年前 已经先行往生了 这是张康在临终时 能够亲眼见到 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 这也是非常高的一个境界 这个故事呢 来自佛族统计 那么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要注意 就是 他是念诵大悲咒 十万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就是说 大悲咒 他的 殊胜感应 和念诵阿弥陀佛的 六字鸿鸣是相同的 我们在《大悲心陀罗尼经》中 也看到 宋识大悲咒的功德之一 就是 可以自由自在地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清朝的时候 有一个名字叫做 沈善悦的女子 她是一位陈先生的妻子 这位沈女士呢 念 修行的是念佛三昧 同时持斋放生 每天念诵 普贤行愿品 一卷 大悲咒 十五遍 念佛号 三万遍 数十年如一日 她去世后 她的桌子上呢 出现一个莲花 这个影像呢 长时间不消失 那么这个神迹呢 处于 圣贤路 民国的时候 有一个金卓法师 是浙江台州人 八岁时就出家了 然后不久呢 是授戒 成为正式的僧人 她的师父呢 教他念大悲咒 和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每天要念咒 四十八遍 其他时间 专门念 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这个人呢 视名利如泡影 没有任何不好的习惯 她念诵大悲咒 和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非常灵验 为边治病 非常灵验 也从来不计报酬 后来呢 她在一个小庙里面 住着 遭到了土匪的抢劫 因为她 身边没有任何财物 所以说 土匪呢 非常恼火 就开枪打她 她在额头上 中了两弹 胳膊上中了一弹 但是呢 很快就痊愈了 后来 她到宁波的阿语王寺 暂住 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管世的僧人呢 就给她说 希望她能够签单 离开 她说 我住不了多久了 我马上就要往生西方了 请您慈悲 在荣留我几天 那么不久 她就告诉大众说 观世音菩萨 守直银台 出现在我面前 我三天之内 必定往生 也同时呢 也奉劝 各位同参 要老实念佛 或念菩萨 一心一意 必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佛是不会骗我们的 到了时间以后 她就向管世的僧人说 今天中午 一时的时候 我一定会往生西方的 那么大家都以为 她是随口说的 也没当回事 吃中午饭的时候 还和往常一样 午饭之后 金卓法师就依次到各个佛殿去礼佛 礼佛完毕以后 面膝作画 那么像这种生死自在 也是念诵大卫咒 和观世音菩萨圣号的 神圣笑颜 好 今天给大家就介绍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感谢大家